1月20日,一年一度的百花迎春,中国文学艺术界2018春节大联欢,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,来自国内的老中青三代演艺明星齐聚一堂,共训有意,脸妹献意,展示了新时代的文艺新面貌和新气象,节目中步伐温情互动, 2017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得主范冰冰在表演完后,特意走下舞台向于兰献花,并说于兰老师是我们年轻演员学习的楷模,衷心祝愿于兰老师健康长寿,艺术之术长青,而张磊则协客串主持人,TFBOYS的王源为大家带来了跨时代的三季伴,盛世芬芳,本次百花迎春大联欢共分次各篇章,春暖, 花开,春风花雨,春华秋时,春光无限,寓意党的十九大为繁荣发展,社会主义文艺指明了前进方向,我国迎来一个文艺发展春暖花开的新时代,催出百花盛开,社会主义文化必将在新的春天里,走向繁荣兴盛,向全国观众展示了一大批,以人民为中心,深入生活,扎根人民创作的文艺精品立作。